大家好,我是東京走橋的鮑勃 日本除了摩登現代的建築以外 也有許多代表日本歷史風格的區域 比方說京都的二年三年版 小京都之稱的金澤日葛朝屋 小江湖之稱的川越 日本遺產秉之譜 夏亭風格濃厚的朝鴨 或是各地百年千年以上的溫泉街 這些地方好拍照、好散步 也常有好吃的東西 更有特色的旅館 鮑勃這次就來介紹這些區域給大家 泰宅府天滿宮這大概是九州最知名的旅遊景點之一 每年約有850萬人參拜 周邊的商店街也有超多美食可以享用 知名的星巴克也在這裡 喔還有九州國立博物館也不能錯過 泰宅府位於福岡縣的中鋪 距離福岡市東南方約16公里 從天神搭車大概半個小時就可以到達 除了交通方便以外 大部分的景點都距離在車站附近 挖個幾個小時 在這裡來場充實的旅遊吧 我們從車站一出來 首先迎接我們的就是天滿宮參道 是前往天滿宮之前的商店街 在400公尺的道路上走過80家店 雖然聽起來不是很多 但充滿特色的商店 可以讓你一次逛的開心 比方說超人氣的 在星巴克泰宅府天滿宮錶參道店 光是從店外看就充滿了特色 自然的素材將傳統跟現代融合 使用木組的方式 將雪松木條用對角的方式編織而成 讓空間有方向感跟流動感 這種設計方式也帶到了室內 總共使用了約2000根木條 大概是4公里的長度 從牆壁到天花板無處不在 支撐了整個建築物 除了木頭外 這家店的基底色調為灰色 讓木條的淡色看起來更顯眼 真的讓人一看就知道是衛武所設計 星巴克本身的建築很細長 寬7.5公尺 長約40公尺 室內的位置其實不是很多 所以當成上午拜訪泰宅府的第一站比較好 否則人一多起來可能連室內都進不了了 店的底部小小的庭園 中了代表泰宅府填滿功的梅術 大家可以到室外喝咖啡 創業100年的Casanoia 應該是泰宅府名產梅之餅最有名的店 梅之餅可以說是紅豆餡餅 Casanoia使用手工化 加上自動化設備 確保質跟量都一定的水準 吃起來甜甜QQ 然後外皮很脆 天山的鬼瓦摩拿卡非常的知名 有一次超大DX草莓大福夾心餅 不但大又甜 也超級適合IG打卡喔 竹子安是一家漢堡店 特色是炸雞漢堡機炸雞 雞肉炸的酥脆不油膩 福岡產的食就有碗小麥 讓麵包皮吃起來非常的實在 福岡知名的明太子店 在這裡也有分店 大家可以點一杯明太子茶泡飯 享受溫和 但帶有點微辣的特別實感 離開參道我們來到太宰府天滿宮 這裡創建於西元99年 所祭祀的是學問之神尖元道征 所以也是考生祈求合格的知名神社 經過新字池的太古橋 我們可以看到美北的紅色樓門 接下來繼續往下走 我們來到了本店 本店為中央文化財 鑑於西元1591年 為日本陶山時代的豪壯華麗樣式 我們就愛死球個好運吧 鮑勃最喜歡鼻腫附近的小山丘 這裡有小小的瀑布 然後往上爬 還可以由上往下看天滿宮的景色 從倉普池走過幾分鐘 我們通過一個很長的手扶梯 來到九州國立博物館 這裡是繼東京、京都、奈良後的第四個國立博物館 設於2005年 這個博物館有亞洲的歷史觀點 看日本文化 簡單來說這個博物館也很適合非日本的觀光客參觀 以中間的展場為主 加上另外11個小展場 每個小展場都代表不同的年代 很好懂 館藏也有非常多珍貴的國寶跟文化財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 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